一个小时的手术,我九点半出来 我一出来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说 我肚子饿了,还要吃东西 那个是星期二,星期三,就从医院出来 星期五,我就开始爬山 星期二,我就飞到美国来 我的老板非常敬贴我 他说,你不需要来 他说,你不需要到达拉斯来 你刚刚心脏弱的这个手术 他说,我不想你跟我讲 说,你觉得你可以来 我要你知道说,你真正的知道你可以来 他说,你觉得还不够 我要医生证明 老婆也有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卖命啊 你刚刚这个前个星期二 刚刚开完手术 你现在又到美国去吃 做了十多个小时 你为什么要这样卖命啊 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怎么办 我当时候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自己跟自己想 每一个人都是要走的 我走的时候 走的值不值得 我觉得 有一天我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是因为我在做美临海 是多么值得 所以今天就在达拉斯 这个问题我想问你 你做美临海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做美临海 是不是把你全身 能够放进美临海 说我一定要把美临海做成功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使命 如果你像我这样 开完手术觉得可以 就到达拉斯来 不怕一切 如果上帝要把我吊走 当我在做美临海的时候 吊走 这就是多么值得 做美临海 哇 做美临海 好多 实际上 做美临海 好不好 做美临海 多么成功 真的全堂自己去实践 谢谢